因為只推薦就是前五名六條繪本 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今天就有特別邀請來賓 可以分享他們就是私推 沒有上網但一定要推薦給大家私心繪本 我要推的是這一本 多個四個小鼓手 我就簡單說為什麼我喜歡他的風格好久 我一直以來就是除了剛剛上面講 我喜歡科普代表或什麼 就是我還蠻喜歡最後結局是一個 放任你想像的一個 對對對就是最後是有一個開放式結局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解釋 就是你等到最後的結尾是什麼的一個故事 然後再來是 科普代表開了這個繪圖 裡面有很多的插畫的一些內容 都其實在這樣很幽默 然後會覺得很好笑 就是你看他的畫 就是看到就覺得很可愛 然後會想吐槽他 或者是有其他就是很多的想像 就是我很喜歡這本帶來的感覺 所以推薦給大家 好的 那我們一樣就是有一個環節 就是大家可以選 就是這本書是覺得聽完很心動 或是覺得還好的 好不好我們一樣測試這個環節 1 2 3 大家都推薦我 謝謝 這是我們第一本全圓賣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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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的故事很可愛 我覺得他蠻適合那兩小孩的美感 就是他在畫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情法 比如說流拍 或是說他會聚焦 然後另外還有他會有一些 那種特殊的筆除 所以我是覺得蠻適合那兩小孩 就我覺得會本很棒的一點就是 他涉及了很多不同的主題或是題材 那這些題材跟主題 如果有跟你身邊的朋友的關係 你之間會有那個購感的話 其實拿在這裡非常容易提起大家的購物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本書的責任編輯 安編怎麼說 因為比較特別的是他爸爸媽媽的角色 這本書跟我們印象公傳好 我根本是電到的 喔 他其實是像 剛才你們有提到說畫面有留白 嗯 然後他的鋪成房子 像這裡他其實是很有節奏感的 不可 他一個人 然後 就是再加入一隻玩笑 然後一隻兔子再一隻 帶來 然後他畫面是從這邊這樣展開到另外一面 喔 那我們現在第二個推薦就來找小提琴 然後我要來推薦大家的是那個西蒙娜的抱抱我 這個小先生早就他 從小就很苛求他很想要被愛 但是他的家人都覺得 喔不行我們都太吃了 吃的抱在一起會痛 所以我不能愛你 所以他就開始找 欸終於找到了一個 一個那個 他覺得可以愛上我的人了 你看他就找到了一個第一個 這隻渣男 你看他的臉很渣 就是你看這個 氣球本來碰到先上就會爆啊 然後他明明就知道還要故意過去靠近他 所以他就這樣子 小先生早就受傷了 他發現 喔我好像真的不能抱人耶 所以他就開始離家出走 然後他到最後就當真愛了 真的是想要去破哏了 不行嘛 這個推薦大家 首先他第一個 他的抱抱抱真的很可愛 然後再來就是他有遇到 遇到遇到遇到的作用 你看 這個抱抱我就可以告訴你小孩子 以後不要遇到渣男 你可以遇到你真愛 好 就這樣 欸我可以不要因為他介紹然後想要買嗎 會不會 會不會 我很喜歡這個會本 可是他換完我一點都不想 好 數一二三女朋友 一二三 他一樣是很溫暖 然後最後他有找到真愛是沒錯 可是他前面有很多東西我就省略掉了 就是 應該會有很多問題會發生 他直接就是話或說 你中央天你就遇到你那一個人 然後好像說為什麼贏了人的解釋量 但是 其實他沒有 西蒙娜這一個系列就是有一些小草思 就是他的不同的作品裡面的人物 其實會出現在另外一個故事裡面 好 那我們就進到下一位推薦的人 那我想推薦的是 就是 書之術這一本 對小朋友來說 意義非常重要的一本書 因為他的故事是在講 關於思想言問自由 彼此尊重 這種就是 觀念性的 甚至是牽扯到一些 就是 人權的概念的故事 呃 主角是一個小男孩 然後他很喜歡看書 然後 因為他有一天在看書 在書上看書的時候 就是書打到鎮長 然後鎮長很生氣 然後就下令說 所有的書都不可以出現在這個正面 但是 小男孩身上就是 保有最後一本書 然後貝子老師很碎片 但是那些碎片就是 又騙後各地 後來又長出了更多的書 書的書 書的書 故事裡面的就是 全力代表就鎮長 就是後來也 因為就是 不一樣的書的 內容的啟發 而突然就覺得 後來就改變他的態度 然後我特別喜歡就是 他的結尾 然後他說 書只是種子而已 就是思想其實是 一個活種 對 就是他會 騙然在每個人的心中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 寓意非常非常深遠 就是不只是小朋友 就是一個大人 就是成人讀者去 去 體會的一個故事 來來來來 我屬於二三的投票 一二三 要我賭我買了是嗎 我賣 買到哭 第一個是因為我 我喜歡他這邊 有一個特殊材詞 就是摸素質素 就是它的軟軟的 然後再來就是 它一翻開來就是 有各式各樣語言的 書頁 就是其實中文也有 然後英文或其他語言 就是對我來說 書 這件事情 雖然換化成不同的語言 但是只是就是 一直這樣傳遞下去的感覺 我非常欽佩編輯 就是他們都有 巧思 就是其實這本跟小高的一樣 就是它有中文化的部分 就是原文 因為是 國外反應的繪文 就是它應該都是 各式各樣不同的語言 但是就是有 特別按插 就是把它換成中文 那這個不是去翻他的 原文 這個是好像裡面有一個地方是編輯 特別去找一個中文的文本 然後它覺得適合放在這個書 編輯 對所以就是 因為中文的文本 有可能更貼近 就不是硬去翻他的 這個原文翻譯 好 那我們來進到下一個推薦 那這 我推薦的書叫做 一座小道 它好像在講很沉重的 合能液體 黃金液體 可是它是用一個 非常隱喻的方式 不會說非常 戲劇化一直強調 它是用比較溫和平靜的方式 會被有點小小的震撼到處洞 然後真的願意去 為環境做些改變 然後它當然這個小道也可以 抵癒成我們心中的 不好的情緒 或是垃圾 那我們是不是也要關心一下 自己的心理健康呢 然後才把 才能把自己小道變成 就是原來那個美麗乾淨的小道 三個一 請舉牌 我對於它的畫風 也是會呈現的一種藝術 所以覺得也是滿足的 可以建議給小朋友 那它一個特色是說 它裡面雖然是說那些 很把一些東西 載到那個西洋包 可是它沒有講的 可是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那就變成說這部分 我覺得也可以跟小朋友 發揮想像令 我覺得這個作者的畫風 簡單來說 我覺得它其實 真的比較成人想念 它的題材也好 它的整體的這個 畫面的展現也好 其實它都比較是成人會喜歡的風格 那這本書也是 全人透過 今天到最後一本回見 好 今天我要介紹這本書 叫 《狐狸三十之美人魚》 這本書它的主旨也是在說一個 我覺得是比較類似 性別議題 性別人長長的一個主旨 然後這故事裡面非常非常 讓我就是動人的是說 奶奶從頭到尾都沒有多說 我什麼肯定 對或錯 這樣的言語裡面都沒有說 奶奶就只是默默聽到 狐狸跟她說 自己也想變成一隻美人魚 也是一隻美人魚的時候 奶奶就拿出自己 那一種最漂亮的項目 然後給了狐狸案 然後帶狐狸案 一起去參加美人的遊戲 我覺得任何的 不管是說這樣的議題性也好 其實都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就是 家人無條件支持你 去做不想做的事情 做你自己 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你有沒有關心這個議題 我覺得這本書看完 你都會覺得有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那我就會來看票 一二三 那我看一下 為什麼還好 可能在認識這本書之前 就是這位同事非常的大力推薦我 然後說他看到哭 可是我看完之後我並沒有看到哭 就是可能就是期待沒有想到中 真的會落淚 所以我就是還好 我覺得你剛剛已經講得很好 但我真的也是覺得還好 沒有到可以要到跟我 按邊的 按邊有邊書的分享嗎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書要的部分 書要的部分 這邊 原本是狐狸啊 算是他自己用丑臉 去做成的裙子 然後 編輯很有型在書要的地方 把它側击成是 像魚尾巴一樣非常多的 我這種用心真的是 完全不知道 這輸要不要亂丟啊 這個也是有特別取得國外授權 做一個讓小朋友可以作色 還有自己喜歡的樣子的學習 今天我們的推薦到此結束 我們今天也非常開心要請來了 独特塔塞生活的法威 還有跟我們喜歡的小萍 那我們最後有什麼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三個曼蘇人有跟獨色生活合作一個 年終特器Podcast 在12月16號的時候已經上線了 那這次的Podcast是 我們邀請了三組人馬來做擂台 有點像是梁梁去做辯論 但也沒有到辯論那麼激烈啦 就是請他們來對台講幹話這樣子 歡迎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因為這部書作品應該已經都上線了 那我們一樣就是到時候 我們把連結一樣放在我們的資訊欄 大家有喜歡可以去看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 掰掰 喜歡這支影片嗎 喜歡的話記得追蹤我們的FV IG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開始訂閱小鈴鐺 才可以收到最新通知喔 我們下次再見